特勤队干员全副武装进行攻坚 4月8号到4月19号 刑事局执行打炸行动专案 共破获11个诈骗集团 逮捕176名嫌犯 并查扣现金、外币、黄金 及市价超过3亿元的虚拟泰达币千万颗 其中以陈信祖贤为首的诈骗集团 透过智能合约骗取被害人授权 再将虚拟货币转到诈骗集团的电子钱包 初步估计有超过50人受害 受骗金额超过4000万元 这个被害人他都是依照诈骗集团的指示 然后来去申请个人的钱包 然后其实这个案件比较特别的部分是 诈骗集团会骗取被害人钱包的授权 然后将被害人电子钱包里面的虚拟货币 把它转走 所以呢其实很多被害人跟这个私人避伤 面交之后取得的款项 会打到这个被害人他自己所有的钱包里面 但是被这个诈骗集团会在取得授权之后 将被害人的款项全处转走 那以至于这个被害人遭受到巨大的阻止 刑事局进一步说明智能合约的原理 提醒民众注意 诈骗集团透过这个智能合约的方式 然后取得被害人的这个电子情报的授权 那智能合约简单来讲就是 很像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电话费啊 或者是瓦斯费 可以授权我们某个银行 去做扣款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授权的一个行为 行事局方面呼吁民众诈骗手法不断推成初心 对于网络上分享投资虚拟货币 并由网址下载非官方APP 或推荐与自称避伤的民众买卖交易的投资诈骗手法 一定要小心谨慎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或到邻近派遇所查证 以免受骗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